各位鄉親 各位朋友 大家好 我是美國洛杉磯 錢之鋒電視平臺 Samuel Lee 再次的228事件 我們並沒有做出任何電視節目 是因為兄弟我呢 我們的電臺呢 幾乎快瀕臨破產變遠了啊 所以我只好拼命去外面打工 所以228事件呢 在洛杉磯這邊 在台灣會館有一個 28紀念會的一個演講 那甚至在音樂會場呢 在2月27號晚上啊 有台灣聯合基金會 還有優設等等 他們辦一個228的紀念音樂會 那個地方我也沒辦法去啊 那這邊啊 活動相當的多 不過這邊我跟各位提出 我今年228的一個觀念 去年我們請了一個 我們電視台的一個日本 一個主持人啊 山宅先生 Miyaki先生 Yoshi Miyake-san 他來主持一個節目訪問了 以前是屬於日本人的 我們台灣的老前輩來討論一些問題 今年我提出一個問題 我認為 228這一天 日本國應該把他定為一個 日本國的國殤日 這點觀念非常重要 害這個台灣人被殺的 日本祖國呢 他反而沒有任何聲音 這是相當大的錯誤 所以這邊呼籲我們台灣相信 我們應該組織一個委員會 我們要求日本國 把228定為日本國的國殤日 因為根據舊心山合約 1952年4月28號以後 日本才放棄台灣日本 台灣跟澎湖的一個主權 所以之前呢 所有在台灣出生的人 一律是屬於日本國國籍的人 這點是無庸置疑的 因為在國籍法上的確如此 啊 所以呢 事件發生在日本人 擁有台灣主權的時候 蔣介石呢 一方面教育我們是說 他們以德抱怨 事實上不是 蔣介石派了軍隊來屠殺 在台灣的日本人 所以這一天應該定為日本的國殤日 日本人應該確實的記得這一天 是中國人派軍隊到台灣屠殺 這些已經宣布 已經戰勝結束 成為戰斧的戰斧 啊 中國軍隊會屠殺戰斧 這應該要上國際法庭 國際法庭 誰要上 這當然要講其實啦 這應該 國際法庭應該要宣布他的罪行 因為不能屠殺戰斧 因為像伊拉克軍隊 美國伊拉克軍隊在伊拉克 虐待伊拉克的軍人 都被告上的軍事法庭 要接受判刑的 蔣介石殺那麼多日本戰俘 那蔣介石的罪行呢 罪假一等 所以這邊我呼籲 我們所有台灣相親 尤其在日本的台灣相親 請你們 向日本的政府呢 提出 提出一個聲明權 要求日本承認228事件 是日本的國殤日 這天日本舉國 必須為台灣的日本人悼念 這是他們國家的一個 被屠殺的 真正一個軍隊 能夠站上日本的領土 去屠殺日本人的 只有中國的軍隊 美國軍隊呢 還只是在日本的 日本的所有他的本島 還有台灣之以外的小島裡面打仗 日本美國軍隊只是在封炸台灣 美國軍隊還沒有登陸台灣進行 攻擊的作戰 只有蔣介石派軍隊到台灣開始屠殺 所以這一天我們應該定為日本的國殤日 這點必須日本政府承認 必須以執行 每年都要進行紀念一次 為什麼 這才可以避免下一次 日本人被屠殺的命運 同時呢 當然對台灣來講 台灣的獨立建國 也要進行這一天 這一天 必須要清清楚楚的記者 美國出賣過台灣 日本也出賣過台灣 台灣人唯有自救 才不被拜出賣 所以這點非常重要 被出賣的台灣 我們這句話一定要記得 只有自己救自己 才不會被出賣 所以台灣人必須努力的 把台灣建立成一個獨立 而自由新的國家 這樣子才能避免下一次慘案的發生 就今年二八事件 本台發出以上的聲明 所以請大 尤其日本人僑民呢 開始朝這方向努力 因為我們在美國 辦不了什麼事 我們到日本的領事館去 日本領事館也是小咖的 沒什麼用 所以在日本 當地能發起日本的國喪日 二八事日本國喪日 是最明確的 最好做的方法 那請日本的台僑們 大家請你多多幫忙 我們講的計劃是 どうぞ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我們下次再見